好的 观众朋友们 我们这台车子呢 是一台 这是什么来着 飘移一般的野马对吧 我撞了 诶 这样能撞 可以撞了 我们飘移一般的野马 跟别人比一比怎么样 追他 追他 但是我这个很难 很难其实你知道吗 其实很难呢 你这个性能是不是 给你看你的内饰 性能倒没事 来 PK一下 哦 这是个小丑 里面有一个 但是我这台车是个飘移一般车子 我能应用他吗 我这只要一转弯 我就露气了 不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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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弯了转弯了转弯了 嗨 输了输了输了 玩不过 因为我们这台车啊 他其实是一台 一飘移一件长的车子 有什么地方是飘移的 我这木屋都给你撞塌了 飘移我去 这人家的那种后院 小花园 小花园 诶 别墅 你家的 不是我家 你家的 没买的 我还没买的别墅 可以是我家的 但是我一千多万的土豪 我不想买 诶 这边是不是车房宝屋 哦 车房宝屋 得车子 哇塞 转了 三轮车 哇 这就是那个小小哥的三轮车 看起来很有意思的 但我好像类似的 也有这么一台的感觉 好像就是这种 他复原这回就给我了 就这车房宝屋 这车特别好停车 特别好找车位 话虽如此 但是这车真的 你用起来的话 会觉得很难受 对不对 非常难受 你这车要不然就感受到这 嗯 好 我们要试一下那个车 那我们换车吧 对不对 换一台换一台 怎么说我们一期 也得要展示个两台车子 对不对 没开过的车 什么的 两台起步的 看看这有什么没开过的 全新的那种就是没开过的 奥迪RS4 这是没开过的 来吧 走 一台是飘逸板服的野马 一台是奥迪RS4 这也是老款 看一下那个能拍照吗 能了 怎么了 想要拍一个是吧 拍一个我跟别人竞速的还怎么的 跑到那个山顶去 这是我们的内饰 老内饰了 前面好多车 找他们PK吗 这台呢 那台也是奥迪 奥迪 奥迪TT好像是 这边好像有一个车子 哦 你这全球我碰撞 啥我想看看 别夸了 我毒奶 毒奶啊 这是 你禁不得我任何丢丢的夸奖 我去 把人家车装成这样 比不比 比不比 法拉利人家是 就 能不能 两者之间能不能 男你不是一开始 我只能拍一个这种照对吧 对焦一下 对焦一下 已经这样了 动态的 嗯 干不过他 他速度太快 我这个明显 不是他对手 那你是想说你不自量力了 对啊 挑战法拉利 挑战法拉利 这个有点 我觉得过了 完全没有希望 算我速度200 也不是这么说 啊 你总是要在最后的关头 蹲死一下 啊 飘一飘 本来可以那个什么 能不能吃饭了吧 这我这车完全没有 赢的可能性 你知道吧 能把车修复一下吗 想这么离 其实就这样挺好的 就这样吧 就这样吧